千万别这样买琴 你的小聪明会坑了自己 认真看完视频 感谢大家看得起我 让我帮忙选琴 但有一种生意 我一定不会做 有人线下有老师 买琴时去绕过老师 去别的地方买 这是傻操作 觉得老师只管交琴 赚钱太熟 那就是思想不成熟 咋说呢 就像小孩子看三国演艺 觉得牛背是好人 曹操是坏蛋 很多乐器老师都是兼职 上多少课拿多少钱 没有底薪 没有保险 待遇和学校的学科老师没法比 人家有编制 这些老师有啥呢 他们要养家糊口 其实社会地位是不高的 人啊要有同力心 作为他的学生 既然选择了他 为何不帮衬他 怕老师赚钱 这种想法要不得 难道别人就不赚钱 同样是赚 何不让自己老师赚呢 当然作为老师 要尽心尽力给学生挑好情 挑好手感 把好质量观 更不要拿假货和瑕疵 来坑学生 这是职业道德 也是做人的本分 钱一定要赚 但要光明正大 无愧于心 为了防止个别老师玩小名堂 你要提早给他打预防针 听好了 照我这样说 老师 我经常在网上看情 品牌 型号 价格 我多少还是了解的 几次想着买都没下手 就是想着你教我辛苦了 这个钱 还是让你赚 只要是正品 音色手感好 不高于市场价就行 明眼的老师一听就知道 你是个懂道理 并且不是好欺骗的人 一般就会尽心为你挑选了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是跟人打交道 都离不开人情事故 你找别人买 你老师会怎么想